疫情下上海出台 邀优秀人才到上海工作 两岸一家庭 你相信吗 大月份那时刚回台 就有位上海的朋友在下面留言 说疫情下开放出很好的条件 要让人才回流 答应他下次的时候要录一集 来说明真实的情况 他知道的跟我这个住在上海十几年的人 相信的都是一样 所以呢 他并不知道真实的际遇会是如何 去年也分享过一则 一位台中女子逆向操作 因为爱情而到上海来 结果那个男朋友必不见面 那他也没有工作 也没有住的地方 最后也是在台湾有人的帮助之下 有一个地方可以牺牲 那最后他一直找工作都找不到 最后他是去做了伴舞跟九处女郎 也有人在怀疑说 因为他能力不够 所以他才会去做那样的工作 当时我也回答不出来 因为我跟那一位女生是不熟的 一直到今年2022年的时候 小伙伴的一位朋友 他也遇到了类似的状况 那我们以下来分享一下 小伙伴这位朋友所遇到的真实案例 这位朋友是可以独当一面的 当时他是在外企工作了两年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由台湾朋友介绍的 所以也没有说找工作的问题 也非常的顺利 那这个女生的英文也非常的好 相当于也很自信 在他离职之后呢 他开始投履历 找工作的时候 也得到了非常好的反响 因此呢 他可以一天接到好几个电话 而且都是让他直接面试 他也非常的兴奋 也认为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结果呢 都是在等一个礼拜之后 都被人家说 不好意思 因为你是台湾人 谢谢你 他是因为外企太累 才离开那个工作的 现在呢 却在这里屡屡挫败 因此呢 他回心转意的去投了外企的工作 去过了上海浦东的经贸大厦 上海中心 还有新一太古会 淮海中路 很多知名的地方 而且都是很大的企业 结果外企的工作面试 最后的结果 也都是跟之前一样 因为他是台湾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呢 外企不是也有很多的外籍人士吗 有一次 他面试一关一关的过 终于等到老板亲自面试他的时候 才发现他是台湾人 老板就说 不好意思 他的下属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他们不能用台湾人 于是请他回去 这时候是人事主管 亲自出来 送他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也跟他聊了一下 告诉他说 为什么 因为呢 台湾人呢 在这里要办一些五险一惊 是非常的麻烦 他们呢 必须要跑到公司原有申请地 去帮他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申办是要来回很多次 要花很多的时间 有的公司的设定地址 是在非常遥远的地方 所以呢 他们不方便用台湾人 其实这位人事主任说的话 有可能是真的 也有可能只是应付的话 因为这里呢 还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 因为他们很喜欢 有自己的团队团体 所以呢 他们通常会把自己的老乡啊 朋友啊 同学啊 校友啊 带进他自己的部门过来 当他的同事 形成自己的小团体 就这样 二月过去了 三月过去了 四月来了 上海大封城 所有的工作 似乎被按下了暂停键 有零零星星的面试通知 也是视讯面试 在这个上海的大封城情况之下 也出现了很多的工作机会都没了 甚至于呢 很大型的公司都开始大大的裁员 例如呢 腾讯 还有大家所知道的华为 都很大数字的在裁员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国内的人都没有了工作 而且这些人才们出来之后 能力也不差 所以我们就建议这位朋友说 你要不回台湾去看看 感觉上海的疫情呢 看不到尽头 所以呢 这位朋友也在我们的建议之下 匆匆的返台 他丢下了所有的一切 回台北 也是面试一堆 说呢 一个礼拜至少都有三天在面试 那这些人也都很可爱 如果你们没有心 为什么邀约人家过去跟你聊天呢 总是问人家一些关于上海的事情 然后就说 他们公司很小 目前没有两岸的业务 建议他呢 能够去找更好的公司 更大的公司 他们这里呢 没有办法录取他 他的故事之后 让我想起了多年前认识的一位朋友 他是从台北的李律律师事务所 被派到北京那里去工作 之后合约到期 他回到了台湾 为什么他要回台湾 因为他在北京找不到工作 所以他就回台湾去找工作 结果呢 在台湾他也是没有找到工作 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呢 他不是人才吗 能力不好吗 为什么台湾不要用他呢 于是呢 他飞到了美国去面试 然后再由那边的公司 派他到上海去工作 当然小伙伴的这位朋友呢 也运气很好 他本来已经决定要去考公务人员了 他觉得台湾没有办法接受他 上海也没有办法接受他 让他非常的灰心 只有考公务人员 他考上了 就不能说不要用他吧 因此呢 他下定决心 就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公司 给他来了一通电话 问他说 他要不要投另外一个部门 那个部门感觉比较适合他哦 这一位HR非常的好 帮他转到了另外一个部门 小姑娘呢 也当成说一日游吧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的面试了 所以呢 他就是去跟人家见个面聊一聊 本来是想说半个小时就出来 因此他跟小伙伴约在了麦当劳 小伙伴在那边一直等一直等 结果呢 等了两个多小时 他都没有出来 一直到别人快要下班了 这位朋友才出来 那他们相谈感觉非常的不错 小伙伴也觉得他这个朋友应该会被录取吧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只能祝福他 结果真的在一个礼拜之后呢 这位朋友得到了通知 他非常的开心跟我们分享他找工作的情况 还是一直不喜欢分享负面能量给大家的 一直到上次上海的这位朋友在下面留言 所以呢 我要把知道的一些故事呢 在这里分享出来 也让一些台湾人要在大陆找工作的孩子们 知道如何的应对跟面对 如果有更好的选择 应该要如何的处理 人们终于可以知道 为什么很多人在孩子念大学的时候 选择回台湾了吗 请用你们幸运又富贵的小手 帮我们按下订阅的按钮 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